吉祥瑞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每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这个吉凶 每个房间 房间其实在风水上 是特别讲究在健康的 特别 特别特别的讲究 因为房间主要就是休息 是不是 房间主要就是休息 然后让我们舒舒服服的 躺下来 但有些时候 对风水有一些误会 有些人他们对风水 是有一些误会的 就夹杂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 我们因为少喝水的关系 所以身上身体 就很容易造成热气 那么就因为这样子 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然后发烧 就会认为说 是不是自己发了什么病 所以风水在房间 在房间 它主要就是带给我们精神 精神 还有就是睡眠 精神 这类 所以在风水上 很多时候 房间 对大家的 大家对房间的这个 风水误解 很多 很多很多 所以床头 对着什么方位 才会对我们好 这是方位 但是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床头 首先就是它的位置 而不是方位 听清楚了吗 所以一个人的床头 应该要对什么方位 那是看它的八字 那是看它的八字 那么床在什么方位 对八字 在什么位置 是对风水 风水的知识 风水的知识 这就是很多人 他们在 看风水的时候 或者是说 你们洗完风水的时候 你们不太会懂得 怎么样去把房间做好 这几天 我们去了很多人的 这个家 也看了他们的房间 可以简单的说 其实大家应该心里 要有一个数 要有一个数 比如说 先不谈 因为风水是这样 没有人会拿着 这个指南针 到处乱跑 去你家 拿着指南针 嘿哈喽 哇你搬新家 然后拿着指南针乱跑 没有 绝对没有 哪怕我们这种 有职业病的人 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会有这样的习惯 不是问题 是不会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呢 通常就是位置 位置的摆放 位置的摆放 非常重要 那么其次 才是方位 这一点大家不要乱 就像一个人 他的床头 他的床 的位置 应该摆在什么位置 首先呢 我们先要讲究 风水的位置 摆法 然后位置摆法 找对了那个摆法之后 我们才来找 这个方位 那么方位不适合呢 要进行调整 那方位适合的话呢 那就一往如常 听懂了吗 OK 其实 其实说实话 说实话 我们年月日时 year month birthday time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年代表什么 年代表我们的父母 代表我们的父母 代表我们的祖先 这是年 月呢 月代表我们的父母 也可以代表我们的兄弟姐妹 日代表我们的另一半 时代表我们的子女 有没有 所以啊 他在告诉你什么呢 在跟你说的是 根苗花果 什么样的根 就什么样的苗 什么样的花 就什么样的果 他说的是什么 就是一种微妙的教育 微妙的教育 你不可能流连的根 等一下最后呢 果是苹果 那是不可能的事 是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昨天我说的那一段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昨天那一段很重要 我们的命会注定 你有没有钱 你是一个有钱的人 你的命是注定的 那么你是一个没有钱人 当然命也是注定的 命是改不了的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这是命 那运呢 运是以成就来衡量的 运没有注定的 没有注定你有什么运 你一辈子的运是什么 没有 也从来没有老师 敢告诉你 运是注定的 没有 我们说命里有时 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绝对不会有人改编成 运里有时终须有 运里无时莫强求 没有 所以运是 命会成长 运呢 运会改变 那么一个人有运 代表什么呢 比如说 他是一位厨师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 这是他的运 他遇到了好老师 好天实 好天分 去去找 很厉害了 他是一个运 你不可以说他有这个命 他有这个运 那么他可能很穷 没钱 然后呢 遇到一个有钱的命的人 和他有运 他有运 运是知识 所以记住 你想要改变你的运势 你就要有知识 你要去学习 但你的运就会成长 这是真实话 在全世界 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老师 他们都会知道 很多风水师都会知道 但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讲过 所以运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控制他 那我们怎么控制呢 孩子从小就让他学习 而不是拼命的让他学习很多 不是 有时候孩子的那个学习的预约 还比爸爸的预约还要来得多 我们说德士的大哥 德士师父 他一天能载多少人呢 打个比方 能载20人 他就已经很累了 那20人 他今天告诉你 他载了20个人 那就肯定 这20个人 他几点回来 比如说他7点早上出门 然后呢 旁晚大概4点就回来了 他说他今天载20个人 你一定要记住 这20个人肯定不是很远 他路途不是很远 那么他今天也是一样4点回来 7点出门4点回来 然后呢 他只载了多少人 5个人 但是他路途可能会远一些 我们是这样想 这叫正能量 而不是 今天才5个人 胜利不好 那就不对了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一个人 他要改变他的运势 不是单单是说拜神 拜佛 不是 改变运势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增长知识 你要去增长知识 你如果喜欢画画 你要坚持的去学习 父母也要给予机会 所以我说过 一个人要好运 不难 不难 从小开始 那现在的话呢 从群奋开始 从坚决 从坚定开始 从正能量开始 你的运会好 哎呀天天做工好累哦 对不对 但是30号的时候呢 很好哦 很开心哦 是不是 所以记住了 这个运是能够控制的 而这个运的控制 就有很多的付出 不是你付出 是有很多很多人付出给你 比如说父母 比如说这个朋友 同事老板 这个都在运里面 都在运里面 所以运是能够改的 运是真的能够改的 那么有些人很群奋 很群奋 很群奋哦 那是运哦 做到总经理哦 做到董事长哦 学的一生好武艺哦 哎 这个是运哦 但不代表这个人会有钱 因为有钱 没钱 这是命 这不是运 你的命中注定 你一辈子就会有钱 你到几岁几岁的时候 会有钱 这是命 这是命 那么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运 来让我们得到这个命 可以 可以 绝对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 这个命 来选择你的运 那不行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这句话 但是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把它搞颠倒了 那就麻烦了 比如说我开始的时候很穷 最后很有钱 我的命很好 可以这么说 跟你的命有关系 而不是命好 你一生当中注定你有多少钱 是肯定的 改变不了的 没有人能改变 那我注定我是一辈子是穷光蛋 那你就是穷光蛋 这是命 那我要怎么样改变呢 那你就靠运来改变它 你要靠运来改变它 要记住 要记住 那么风水呢 风水它就会把你的命和你的运 全部通杀 你有很多钱 风水可以让你一无所有 厉害吧 你有很好很好的运 风水会让你一无所有 厉害吧 所以大家要记住 风水是很可怕的 所以命 运 风水 风水 代表什么 为什么风水就那么可怕 因为风水里面不止一个命 它还有你 还有你另一半 还有你子女 不止一个命在里面 所以你说呢 如果单谈命的话 死就死了吧 但是风水的话呢 那就不一样了 命里面 身上绑着炸弹 那是命 但是 你在家里面就炸死全家人 那是风水 所以风水 它能让你命和运 全部一无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心风水 这个也就叫做一命二运三风水 我经常都这么说 什么叫一命呢 为什么说一命呢 我经常都告诉我这些学生 单一 就是什么 你自己要管好你自己的命 没有人能阻碍你 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你 你要帮助你自己 你要了解你自己 你不要期望别人来了解你 因为这是一 一叫单一 单一 单个叫命 不管你是阴还是羊 都是属于单一 我们生出来的时候 哪怕是双胞胎 也是一个一个生的 单一 我们死的时候呢 不会说 想要跟谁 谁谁 埋在一起的 死的时候 也是单一 我们不用找话 不要去 故意去找话 比如说火埋啊 地震啊 很多人埋在一起啊 最后还是分出来 还是分开 还是单人烧 还是单个瓮 所以命永远是属于一 一是单一 孕呢 是叫接触 接触 二孕 二是代表什么 二是代表接触 二是代表接触 因为接触而有了孕师 因为接触而有了孕师 比如我接触了好老师 我接触了好父母 我接受了 也接触了 这个好国家 好领导 好环境 这是接触 而产生了孕师 也就是知识 我扫地扫得很好 对不对 那你去帮忙一家公司扫地 最后你做了一个扫地的主管 所以孕是排第二 的原因就是因为双 也就是接触 接触而有孕 单一而有命 接触而有孕 而风水是三 三是众多 三人为众 三个人为众 三个人为众 两个人呢 是孕 如果你不要你的孕 不要你的孕上 不要你的孕在上 你可以选择一个人 你可以选择独一一个 那你的孕绝对不可能会好 你一定要有接触 所以我们的接触力要大 矿 我们的心要矿 度量要大 要像宰相一样 能撑船 尽量的 尽量的 不要跟 是是非非在一起 因为这是一种接触 所以以后要记住 接触到不好的 这个能量 那就是孕 它会影响你的孕 接触不好的朋友 会影响你的孕 接受不好的 接触不好的同事 它会影响你的孕 哪怕你在一家烂公司 那也会影响你的孕 要记住 因为孕是代表 一命二孕 孕代表接触 接触为孕 接触好孕好 接触不好孕 孕烂 有一些人一辈子 存钱 有知识 有才华 非常非常好 最后呢 也接触 接触什么呢 接触了去了赌场 成为一个很烂赌的人 一无所有 有些人呢 接触 接触人家喝酒 吸毒 什么等等 最后一无所有 这就是接触 要记住 那么命理学里面呢 在接触 孕这方面呢 下了一个功夫 就叫做 喜 用 愁 记 闲 就告诉你 什么时候 你要注意 什么时候 你应该要冲 什么时候 就是从运开始 不是从命开始 命是不能够的 命只能说 这个人能跑多远 运是 你要 你既然你的命 能注定 你能够跑 百公里 你能够跑百公里 听清楚 百公里 吓死人 百公里 那怎么样呢 那这个运 就要好好地锻炼 修炼 炼到他的气 他的肺都很好 他的运动 他的脚 什么都很好 那么他的运和他的命 就能搭配这叫算命 你如果是一个富有的人 那么这个就要告诉你 你一定要有固定的知识 那把你的运给调上来 这叫算命 算命是这么算出来的 如果这个人的命 这个人的命 将来是一个 有牢狱之灾的人 很容易就有牢狱之灾 那怎么办 小雪告诉我怎么办 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命 他的命 他从三岁开始 我们跟他算命 他就注定有 就是牢狱的 有牢狱的 那应该怎么办 让他去做警察 我们要把他的运 要指点他的父母 让他做警察 让他去做法律 让他跟法律 靠近法律 那么他也是进监狱 但是是监狱长 明白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这是我们的命运 这就是方法 这就是方法 但是他当了警察 当了监狱长之后 他会不会犯错呢 也有可能会犯错的 但是至少 至少他本身自己 有机会不犯错 所以这叫算命 明白吗 这个人很会 他的命格注定了 他的命不长 不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病死了 不长就是病死 要不是意外嘛 要不是病死 我们要算清楚一点 那么如果他是因为 意外的关系 那我们的运势 就要小心行踪破坏的时候 在他成长的时候 要注意他的行踪破坏的时候 这叫命运 这叫算命 所以算命是这么样的算 这样才能算出一个春天来 要不然什么叫算命 明白了吗 好 那么风水 风水要记住 风水要记住 是重 三个人叫重 风水影响什么 影响最大 因为风水里面 我们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里面有谁 有你自己的命 有你自己的运 也有你另一半的运 你另一半的运 还有你和你另一半 生出来的孩子的运 搞不好 也有你父母的运 都在里面 所以风水里面 到底有多少命 多少运 多了 最少都两个 最少 最少都两个 最少了 最多的话呢 十多个 都在里面 所以风水 能够让你垮 也能够让你好 一个不好的命 一个不好的运 一个有好的风水 它能改变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的环境 所以 同学们 贵人们 同修们 制造一个好环境 给你的下一代 给你的明天 给你的明天 应该不会小神 给你的明天 一定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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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给你的 下一代 和给你自己的明天 创造一个好环境 那么环境 从哪里创造起 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 我们风水 最讲究的是什么 方位不对 是位置 一个家 我们进到他的家 房间 我们今天说房间 我们今天说房间 房间 房间本身 房间本身自己 房间本身自己 说实话 很多人误会 很多人在风水方面 他误会的 挺浓的 挺深的 他的误会是挺浓 挺深的 误会一些什么呢 他的误会是什么呢 就是 他的误会 就是拿了一个罗盘 就看 或者拿了一个 东南西北 就去找位置了 其实不是的 风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去到一个房间 大家要记住 一去到一个房间 要做些什么 先要看位置 而不是看方位 位置 很重要 这个床的位置 应该在哪里 不要管方位 同学们 同修们 贵人们 这句话 深刻的 把它给记下来 一个家 我们去到他的房间 去房间 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床的 摆放的地方 正不正确 一个家 一个客厅 沙发摆放的位置 正不正确 不要管方位 千万记住我这句话 方位不重要吗 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有 另外一样东西 比方位更重要的 那就是位置 我们人 如果摆错了位置 哪怕你是向东 向南 向西 向北 你就完了 一个人 你在生活上 你别摆错位置 例如 在开会的时候 开会知道吗 这种常行的 对不对 这边坐五个人 这边坐五个人 看清楚吗 这边坐五个 这边坐五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对不对 后面有一个 大墙壁 听清楚了吗 后面有个大墙壁 听清楚了吗 这样 后面 后面 有个大墙壁 这边有一个位置 这边摆五个 这边摆五个 这边摆一个 但这边是门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这边是门 sliding door 一大大的sliding door 一打开 每个人都进来 你坐在这个位置 那代表什么 没有听 那你就完了 那你就完了 这个是谁的位置 不用我说 你们每个人都会懂 我就这样跟大家说 大家是一个明白人 对不对 是一个明白人 对吗 就是这样 看到吗 那么 我说的 这边有一个座位 这边有一个座位 这边有五个座位 这边也有五个座位 这边也有一个座位 但这边是一个 big sliding door big sliding door 所以打开的时候 12个人进来 12个人进来 然后你就坐在这里 你说 这个就是老板的位置了 明白了吗 老板的位置了 明白了吗 所以呢 你要记住了 这个位置很重要 位置在风水 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方位 方位是其次 方位只能说 它是排在第二个 排在第二个 如果说位置和方位比较 方位排第二 方位 方位是排第二 不是排第一 所以一旦去到人家的家 我们不能够拿着campus乱跑 我们先要看一看 先要看一看 看一看 比如 打个比方 一个时装 时装设计师 时装师傅 时装 他看你 他不是看你的 你穿的什么样的衣服 他看的是什么呢 第一 他看的是什么 颜色配搭 颜色配搭 能不能过关 能过关 他继续在研究 颜色如果没有办法 那就是你本身 自己的问题了 那就是你本身 自己的问题了 所以记住 看到吗 就是这样 刚才我说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个 一个 这样子 所以当这个是一个门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门的时候 老板绝对不可能坐在这里 跟你讲话 一定会转一个圈来到这里 跟你讲话 这个是每个人都懂的 不需要教的 所以记住了 同学们 风水是多么重要的 风水 风水本身自己多重要 很重要 但是 别把次序搞错 次序你不能搞错 知道吗 就像我们去 上礼 我们去上礼 知道吗 上礼 我们去上礼的时候 我们一定 拜拜 一定拜拜 不是说 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等一下子 但不要太久 去那边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朋友 Hello 就这样 你去上礼 你不会看到一个人 可能会啦 但我没有看过 就是 Hello brother 兄弟 好吗 Hello 宝宝 不可能的 你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有啦 可能有 但我没有看过 去一个人的上礼 你还能够看到这样吗 好久不见 来来来宝宝 想你了 不可能 这个绝对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去party 去人家的生日会 对呀 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而反而我们不会看到 哎 节哀顺便 不会 位置要对 所以 说了 打了招呼 这叫打招呼 而不能闲聊 打招呼 打招呼之后 如果他不懂 我们要教他 先拜一下 他不懂 我们就先教他 他懂的话 就不用教 然后呢 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 有宗教信仰的话 跟他上个相 没有宗教信仰的话 你也可以叫合掌也行 跟他是一种尊重 然后 赞扬怡荣 赞扬怡荣 我们要从左边开始进 而不是从右边开始进 从左边进 右边出 这是一定的 为什么呢 顺时钟 明白吗 让他走得顺顺的 这是一个礼仪 这是一个礼仪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风水讲究的是位置 其次才是方位 其次才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搞错的话呢 那你学的风水就完了 比如 他们每次跟我看风水的时候呢 我有时候我就 就在外面 我看看 看看四周的环境 在楼下 我就下车 看看这边 看看那边的环境 看看 有些时候呢 助理就总是告诉我 师父 这边呢 过了 那边 因为他不清楚 我是要走走 要多看看 看看这边的环境 那么有些时候 他的家在这边 但是我站在很远的地方 看一看 一直在那边 看着他的家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要看他的位置 而不是方位 不是动不动 就来罗盘拿来 那不需要 位置摆错 什么都不用说 我打个比方 我再打个比方 让你们更加了解 风水的这门知识 很重要 很重要 就比如说这样 我打个比方 我就打个比方 我画一个样子给你们看 好 我们去到一个人的家 我们去到一个人的房间 我们去一个人的房间 看到吗 这是我们去一个人的房间 我们去到一个房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房门嘛 对不对 房门对不对 房门他走进去 房门他走进去 就看到他睡觉 是这样睡的 看到吗 他睡觉是这样睡的 你还管方位吗 不用管方位了 他直接就不对了 理解了吗 眼睛醒梦中人 是的 好 明白了吗 师傅如果书桌靠墙 是不是第一选择 就好像床和沙发 文昌是不是在第二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你说的是文昌第一 还是床第一 还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书桌靠墙 是不是第一选择 就像床 就好像床和沙发 那我明白什么意思 师傅他的意思是 书桌呀 是不是要靠墙 才是一百八千的好 就好比是床和沙发 要靠墙的意思 不是 一样是位置 一样是位置 这个 这个 我们叫书桌 书桌其实靠墙壁 书桌 我们这样说 一个书桌 这是一间房 这是一间房 书桌靠墙 看到吗 书桌靠墙 其实是比较 利于什么呢 利于他的东西 不会掉下去 就是这么利于而已 明白我意思吗 然后呢 你做橱柜啊 坐在墙壁 这边 你做一个橱柜 也是好看 理解我意思吗 懂吗 如果说 反而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做这样 坐在这里 这样感觉上 就像办公室一样 两个人来应征 里面见总裁 有没有看到 理解我意思吗 也是一样的 位置 位置 位置很重要 所以大家记住 位置很重要 今天就要告诉你们 要告诉你们 位置 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床 先从床 是的 我们的床 床 千万要记住 大家最基本上的 都知道 我们不要一开门 不要一开门 就看到这个床 看到你的头也不好 看到你的脚也不好 看到头 看到脚 都是不对的 理解 我画给大家看 我画给大家看 来 让你们马上就懂 让你们马上就能明白 马上就能明白 来我们说一下 比如说一个房间 我们说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我们现在说的是位置 因为位置 现在大家都知道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位置 很重要 很重要 比如说这样 他的门在这个地方 门在这个地方进去 那当然 这样子睡是不对的 这样睡是不对的 还有呢 这样子睡也是不对的 这个大家都懂 这也是最基本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的 都知道的 还有 尽量避开凉 尽量的避开 如果有凉的地方 尽量避开 但是这是第一个 最不好的 这是第二个 那么如果这里是空调 你不要睡在底下 不管方位 不管方位 你要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service account的时候 要爬到你的床上去 或者把你的床挪一下 那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记住吗 能记得住吗 这个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那么 这边是窗口 我们能不能这样睡 可以的 这样子睡是没有问题的 窗口少开 有人睡觉的时候少开 环境的问题 但对门是绝对不行 对门绝对不行 好 接下来 我们说这样 打个比方 我们找到他的位置 是这样睡了 这样睡有问题吗 绝对没问题 好 位置找到了 但是这边是他的胸方 他不可以这样睡 可以吗 可以 位置对了 他这个胸方呢 用东西来化解 很重要 一个客厅 不要管这个客厅 是属于东宅西宅 不要管那么多 主要是客厅到底亮不亮 客厅亮 好 可以买了 客厅亮过厨房 那绝对可以买了 明白了吗 好 第二步 谈方位 方位适合的话 一定买 一定要买下来 方位不适合的话呢 那你可以考虑一些 但是买下来也不怕 因为为什么呢 客厅啊 客厅主量嘛 很重要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不懂 比如说这是我的家 整间他家 他把时钟呢 挂在对着他的家 好不好 最好的位置 时钟就是 大家出门的时候 要看到时钟 出门的时候 要能看到时钟 那是最好的 位置 没有人会告诉你 时钟你要放在东北方 除非有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不一样的说法 要记住 那么时钟呢 很记反光的 就是看不到几点 反射 他的光面反射 那是最不好的 这个大家都要记住 这些都是风水的一些教导 大家要记住 沙发 我们谈位置 我们谈位置 来 今天谈一下位置 我们家有 这样子的情况 你这边长的墙 你就要用来放沙发 因为这个比较长 这是位置 那么坐在什么地方 这个后面是东 东我们再来设置一个东的东西 给你挂 因为一个人 在沙发 那么短的呢 短的放电视 长的呢 长的放沙发 所以要记住 要记住 要怎么画 怎么画 那要看情况而定 要看情况而定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位置 大家 你今天要学的是学位置 位置千万不要有错 还有一个 就是男左女右 夫妻 夫妻睡下去的时候 男左女右 这是最基本的位置 最基本的位置 比如 时钟放在橱柜可以吗 时钟放哪里都可以 但是不要让人家一进门 就是站在你的门能看到时钟 就是站在你的门外能看到时钟 这是不好的 比如说这里 这是你的大门 这是你的客厅 这是你的大门 大门 那你的时钟放在这边 人家站这里就可以看到 或者你的时钟放在这里 站在你的门可以看到时钟 那就是不对了 位置不对了 摆放的位置错了 要记住 那么睡觉呢 主人房 主人房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主人房 好 那么有人是这么说 我每次都这样教 没有师父的教导方法 没有师父的 看风水 不是对不起 没有师父的 风水指点 没风水指点 我们重画一遍 没有风水指点 就是你没有请人家看风水 你没有请人家看风水 看到吗 你没有请人家看风水 你就要这样子 男左 女右 要这样子看 也就是这样躺 要这样躺 男左 女右 明白吗 这样子 看到吗 看到这个 男左 女右 男左 女右 要记住 要记住 把它记下来 这个是因为我们 没有人跟你看风水 但有人看的话 有可能女左 男右 也不一定 这是一 这是一 那么另外呢 那如果说 这边的位置 是我的胸方 那怎么办呢 化解呢 是从这个角度来化解 这个角度 这种 就是你的床放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能帮你化解 放什么东西 在这个地方很重要 它能帮你化解 它的问题 那么如果是 它的问题呢 这边 能够帮你化解 这个位置 能够帮你化解 它的问题 这样看 你们看得懂吗 能看得懂吗 所以摆的位置 不要错 那么风水呢 其实 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就是说 你的床头 你床头的设计啊 要简单好看啊 简单啊 简单设计 那么这里 很多人喜欢放什么 电视 放电视可以吗 不是不行 而是不要有对照感 就是说 就是有 有这样子的对照 就是你看 你可以看到我 我可以看到你的那种对照感 明白吗 在这里 你要放不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前面 前面代表的是什么呢 夫妻啊 夫妻两个睡觉的时候 前面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将来 代表你们两个的将来 你们两个的将来 那么有些人呢 他放一个照片 在这个位置 就是老婆的照片 没有看过啦 我没有看过说 放老公的照片 一个老公照片 没有的 都是放老婆的照片 一个 很多都喜欢放在这里 这是不对的 位置不对了 位置 位置很重要 位置很重要 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错了 你不可以放一个人的 不可以放一个人的 你要吗 放两个人的 可以 但是大家要记住 如果你们已经结婚30年了 那照片就应该要换啦 因为你的孩子和你的孙子 都不认识他啦 应该要换一下啦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 最好的方法 大家要听着 这个呢 是我经常在 看风水的时候教的 经常 但不是每个 就是这是夫妻的床 这边是墙壁 夫妻床 这是墙壁 这个如果有梁的话呢 是代表你们两个的 你们两个的 这个 这个运势 这个 这个地方 是你们两个的 运势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有梁的话 要想办法化掉这个梁 要不然运势会很容易被压 很容易被压 但是房间肯定就是精神的代表 和健康的代表 听懂了吗 来让我们来教你们 好 从这个地方来看 从这个地方来看 这边是男左 这边呢 女右 来看一下 那如果 这个代表我们的前程 我们的事业 前面 前面有墙壁 代表我们的事业 那如果我要夫妻两个都好的话 你可以把两个人的照片挂在这里 那我老 我不用好 师傅 我不用好 我老公要好 为什么呢 我老公做工 我没做工 或者说 我老公一个月工资三千 我的工资才三百 我希望我老公好 那么麻烦你 把这个照片 偏左 就是偏左边这个地方 你当然你不要放一张声音 你就故意放在这边 这是 忘你的老公 那如果说我把照片挂在这个地方呢 那忘我的老婆 挂在这个地方 左望男 右望女 记住 但是要两个人的照片 不可以单人的照片 那么这个呢 一个的 就是夫妻的照片 放这里 那么是夫妻两个同望 但是要记住 条件就是 两个人是不是有做工 没有啊 老公做工 老婆没做工 那我建议你不要这样放 理解吗 但前世的问题是什么呢 前世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墙壁在前面 有啊 不长 那不长那不行 那前面如果是厕所呢 厕所的门呢 要经常关注 记住了 我们的夫妻啊 前面啊 是我们的事业 是我们的事业运 前面是我们的事业运 大家要记住啊 这边 我们的事业啊 事业运势在前面啊 在前面 所以这边不可以有门 啊 不可以有房门 也不可以有厕所门 啊 有厕所门怎么办呢 想办法把它盖住吧 明白吗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你们都非常重要 那么床 啊 床 床后面墙壁 不管是谁睡 上面不要装空调 为什么 是因为修空调的人 他们来的话 他要把你的空调 要把你的这个储 这个床啊 给拉走 要不然这边要放一块plastic 大大块的塑料 沾上去 然后换水啊 吸水还是什么的啊 会比较麻烦 很容易啊 踩到你 所以我们的床头啊 是不能让人家踩的 这个床头 这个地方 是不可以让人家踩的 要记住 这个代表我们的运势 我们的运势 夫妻两个的运势 如果这是哥哥的房间 哥哥的运势 姐姐的房间 姐姐的运势 妹妹的房间 妹妹的运势 家人的房间 家人的运势 谁睡在边 就谁的运势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前面是衣柜可以 前面是衣柜可以 好 来 我们说一下 有人问前面衣柜 好 衣柜 这边是 两个人睡觉 或者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睡觉 两个人睡觉 大家不要纠结在这个问题 我们就这样交就好了 好 这边是衣柜 这边是衣柜 看到了吗 好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告诉你 那这边最好是放老公的衣服 这边最好是放老婆的衣服 如果是衣柜 如果是衣柜 还有 这个衣柜 记住了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事业 这代表事业 这代表什么呢 后面代表运势 这代表事业 这代表事业 这代表运势 所以这边的衣服呢 一定要干净清洁 一定要摆得好好的 我睡在空调下 几年后头疼 天天头晕 所以空调底下 空调底下 真的是不太好的 并不是说你的头晕 是因为是个空调 但是呢 我们的床头 这个枕头 这个地方 所以收拾的时候呢 我们也尽量的 啪啪一下 啪啪一下 不要站在床头 不要站在床头 床头不要站 不要给人家站 就在那边跳 这不对的 理解 这个很重要 这就是位置 今天教的位置 那么记住了 今天不管是谁 不管是谁 只要是睡觉 后面是运势 运势 前面呢 前面这里呢 这个墙壁呢 或者你摆东西在这边呢 只要是前方 床的前方 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生意也是啦 事业生意什么都是 那师父 如果我睡在这里呢 我这样睡呢 那就变成 这边是我们的运势 这边是我们的事业 哦 师父 你的说法就是 事业和运势 是看你的床位的摆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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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那么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解释了 为什么我要解释 看到吗 这个是我们的窗口 然后我们睡在窗口 我们的床头 后面是窗口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事业 哦 发展大业 那么门呢 门就不行 门绝对不行 千万不可以 为什么 如果说门在这边 那是直冲 那就是事业和运势直冲 睡不行 明白了吗 这个很重要 哦 很重要 所以运势是不能让人家来踩踏的 好 运势 记住哦 来 我们再来说一下 好 来 这边是我们的 刚才说错 我再说一遍 我这样画比较容易 OK 这样画比较容易 这边是窗口 刚才我们说错 我重新说一次 对不起 好 这边是我们的运势 因为你的床头在这边 窗口在这边 绝对OK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运势 不是我们的事业 你的床头在这边 那这边就是你的运势了 床头在这个地方 你的窗口在这里 那这是你的运势了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好 一定要记住 那么这边呢 是我们的事业了 所以你的床脚是事业 床脚 你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床脚是事业 那么如果一旦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画呢 应该这样子画 就是这边是床 这边是床 遇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摆在这个角 这个床和这个墙壁连在一起的这个角 这个床和这个墙壁连在一起的这个角 这两个角 你可以放橱柜 你可以放橱柜 在这两个角 好不好 这两个角 这两个角 你可以放橱柜 这两个角 你可以放橱柜 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放一些 好像 比如说会影响你睡眠的东西 我不知道什么会影响你睡眠 有些人放水晶会影响 有些人放水晶不会 因为他的磁场比较正 他放水晶 他觉得OK啦 没什么大问题 在这两个地方 好 来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教大家一个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这样子睡 床头在这里的时候 后面是我们的运势 后面是我们的运势 不可以有凉压 凉 千万不要有凉压 知道了吗 不可以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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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然后一定要这样子画 太极 太极 要转过来 你的床画好了之后 你要转过来 床画好了之后 你要转过来 从这个床的中央 我再画一次 我再画一次 我画一次给大家看 让大家看得仔细 我们画好一点 让大家看得比较仔细 好 看到了吗 来 你大概的这个的中间 大概 从这个地方 顺时钟是哪里 这边是三点 对不对 这边是六点 对不对 这边是九点 这是十二点 是不是 以你的床头为主 然后从这边 开太极 从这边开太极 从这边 开 从这边要开 你可以开个太极 那这里 一定是你的中间 看到吗 这个一定是你的中间 这里也是你的中间 就是六点 有一个中间的位置 这边有一个中间位置 这个太极 是从三点开始走的 就是这样子 开个太极在这边 懂吗 知道怎么开太极了吗 知道了吗 左边 那你有了太极之后 你就知道了 左边为阳 右边呢 右边为阴 从你的床头开太极 从你的床头开太极 不能够乱乱开 要从你的床头开 理解了吗 太极的终点 是不能够有 太极的终点 就是这边 这边是他的开始 这边是他的结束 太极的终点 是不可以有门的 太极的终点 是不可以有门的 理解了吗 能理解吗 那么如果我的 我的这个是这样子呢 好来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另外一种方法 我的床在这边 我的床在这里 那这个太极 要怎么开 我的床在这边 门在哪里 不说位置 我们床在这边 那要怎么开 你的太极 要怎么开 同样的 你这个太极就开不了了 为什么开不了呢 因为我们是以床头来做的 你这边中间 然后你这里 也是中间 你这个太极 开不出去了 就变成一个这样了 你这样子的话 你看你这个头 那太极这个怎么开 除非是这样 除非是这样 这太极开不了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样呢 因为 因为有人呢 偏床太极不深 你的床偏左偏右 偏上偏下 太极不深 他太极不深 我再说一次 床偏左偏右 太极不深 一间家 床在中间最好 因为他的太极能够 太极一旦生出来的话呢 能化百病 能让我们睡得舒服 让我们阴阳调和 大家要赶快写下来 所以床在旁边没办法 一定要在旁边的 那太极就不可以开了 不可以勉强 不可以勉强 今天大家学到这一刻 真的你要跟我说谢谢 书房什么都不可以 就只有床 床是一门大学问 要开太极 要把太极线给打开 这样子 要把太极线给打开 就是从这边到这里 除二 大概中间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除二 因为你的床这样摆 你这边就可以开太极 所以一旦 看到有人的床在中央 你就要问他了 你太极开了吗 什么意思呢 那他就不懂 这是你的头 这是你的手 这是身体 这是脚 对不对 你一旦睡下去 他太极就开了 就从这边 记住 这边是三点 这是六点 这是九点 这是十二点 你太极要打开 就是你一睡 你一睡中间这边 他太极就开 一定要记住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这样的 来到这里的时候 是这样 他是从这边开 从这边结束 好 然后 一旦开了 以床头为主 这边是阳了 这边是阴了 好 来 那这个是一个男的睡的 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男的 这是一个男孩子 那么 以阳为主 尽量做一些东西 在阳这个地方 比如说 我找不到我的文昌位 但是你这边可以读书 这也就是 为什么不用找文昌位 他能读书 如果你是个女的话呢 那以阴为主 就要以阴为主 那或者 男的话呢 他把他的 橱柜呢 放在这里 把他橱柜放在这边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开太极 开太极是为了说 你的男孩子的东西在这边 那么现在呢 现在有些人 他没有办法开 因为房子小 没有办法开太极 没办法开太极 那就算了 千万记住 不要勉强 千万记住 不要勉强去开太极 开太极是好的 你一这样睡的话 太极线就在你躺下来的时候 太极线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太极线就出来了 这个太极线一出来的时候呢 你在睡觉的时候呢 他的太极就一直在转 明白吗 他的太极就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不停地转 不停地转 一直在加持着你 过去有人告诉我 他睡觉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 过去 过去有人告诉我 阳是在身体的左边 对吗 是的 他是在左 不是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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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是阴阳交合 那么 过去呢 我去看过一个风水 我去看过一个风水 我去看他的摆设 我问他 你是不是有给人家看过风水 他说是 那么我就问他 那你孩子开了这个太极 我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 你的孩子的房间是开了太极的 他说他知道啊 他说你既然知道 你怎么会把所有东西放在阴处呢 反而我很有兴趣 他说他的孩子 儿子 儿子 是喜欢男孩子 我特别懊恼 我特别不喜欢 为什么呢 你的孩子喜欢男孩子 你的儿子喜欢男孩子 没错 你的女儿喜欢女孩子 没错 这是他们的自由 风水 不管这个 他是男的 那你就找男 你就要摆羊 那他是女的 他喜欢女的 那我们不用紧啊 那你要摆阴 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的孩子 他喜欢男孩 那么他喜欢他的儿子 他喜欢男孩 那么他的房间呢 他想要跟他有粉红色 那粉红就粉红吧 那没有关系吗 对不对 这个颜色没有关系 他睡觉的位 这个阴阳的位置 他搞得清楚 我过去有跟两个男孩子一起看风水 我帮他们两个人一起看 没问题 没毛病 我也教他们 我也问他们 哪个是偏阴 哪个是偏阳的 他知道我在讲什么 他直接很婉转地跟我说 师父 他炒菜的 但他菜炒得很难吃 我还在那边笑 是吗 那改次我得吃一下 那我的工作才可以进行 所以他这个母亲呢 就听了我的讲解之后 他也很坦诚告诉我 他有迟疑 我说你不用迟疑的 93年看风水到现在了 什么风水没看过 什么人没见过 你不用迟疑 你不用迟疑的 我知道的 所以开太极好不好 开太极就是什么呢 按摩我们的运势 把我们的运势按摩 还有一些 他的孩子的个性 非常非常的野 你知道吗 很野的 很野很野的 然后 他的那个老师 跟他看风水的时候 把他的孩子放在 因为他有三个房间 他把最亮的那个房间 给他的儿子 把比较暗的房间 给他的女儿 有错吗 没错啊 我是不是这样教啊 也对啊 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的孩子 他的命那么刚硬 他的脾气好吗 他说脾气是挺重的 所以他今天不让他 我看风水 他不让他来 因为他怕他了 孩子骂我 他孩子很凶 那么 我说那你住这家几年 几年我忘记了 我忘记几年了 那我说 你有没有给人家看过风水 这我就不确定了 因为没有风水 是会这样摆的 最后我告诉他 你为什么给他睡 那么亮的房间 他说男丁啊 那个老师也说 男丁要睡在哪里 没有错哦 没有错哦 但是他的个性 就必须要让他 睡比较暗的屋子 房间 他的女儿是比较懦弱的 比较懦弱的 一点点事情就哭 一点点事情就哭的 那反而要给他睡羊的房间 那叫什么呢 这就是开阴阳 我们用阴阳来调和他们 阴胜 阴胜的话呢 反而懦弱 阳胜的话呢 反而刚强 阴阳调和呢 那就非常的好 很顺 老公睡靠窗没有关系 老公什么靠窗没有关系的 要记住 明白了吗 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 这个含义 那你们这个风水才能 才能发挥到最好的效果 最好的效用 如果说你不懂的话 那就太可惜了 另外还有一点 风水 有一种是没办法帮你的 没办法帮的 有吗 有师父你做不到的吗 有啊 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放弃呢 我没办法做 你请别人 我没办法做 为什么 是方位吗 我告诉大家 方位我一向都不怕 你方位在凶 我有办法 我怕的是什么 乱 砸 那就完了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位置 千万记住 你这间家 干不干净 整不整齐 干净吗 干净啊 整齐吗 整齐啊 那你的风水就已经有50%是好的了 听懂没 50吧 一半啊 就好了 我们这样说吧 我们第一次去相亲 第一次去认识一个女孩子 我们穿得整整齐齐 衣服烫得好好的 我们第一次去应征 去interview 我们把衣服烫得直直的 穿得好好的 头发梳得好好的 是不是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的感觉 对不对 人家看到我们会怎么样 是的 再说 我们刚加入一家公司 他告诉你 来 以后你坐这里 你坐下去 干净 清洁 不要说有东西 就算是没东西 一支笔都没有 没关系 干净啊 清洁啊 那如果是 八八八八八 乱七八糟的 你以后坐这边 对不起啊 乱一点 你收拾一下 怎么收拾 我都不知道你的东西 什么东西要 什么东西不要 对不对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大家要记住 干净清洁 是影响 那个房间人的运势 百分之百的影响 所以如果你能干净 你能清洁 可以说这间家的 这个房间的风水 谁住谁好 谁住谁好 谁躲在内 谁好 谁躲在内 谁好 明白吗 始终可以放 在房间吗 可以的 没问题 但是要放对位 要放在对的位置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重要到不知道怎么重要 有时候一个房间 一个一个房间 我们还没有进去 我告诉你 我根本进不去 真的 根本进不去 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贵人 他给我看风水的时候 那个房间我进不去 最后 他这个父母 是我心中的偶像 听清楚 房间进不去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 我不懂这个贵人在不在 我也不好说他的名字 真的 我的偶像 他的房间全部 他的有一个房间是 很乱 进不去 现在他花了很多很多钱 相等十多万 去把他全家装收到美美 你知道他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家吗 十多万 把他的房间 抓到美美 真的 太不得了了 太不得了了 跟 跟 跟住位说 非常非常不得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从明天开始 你们要记住 拜六礼拜 时间到了 我们可以收拾一下 我们的房间 好好的把它收拾 收拾干净 床头后面是照如 要怎么样化解 尽量不要是照如了 尽量不要是照如 因为 你知道吗 就是你后面是已经是照如了 然后你要怎么化解它 移位啊 不要是照如 位置不能错 明白了吗 位置不能错 床头后面是照如 为什么床头后面是照如 就有四个墙壁嘛 对不对 能不能移 不能移 那就没办法 另外 还有一点 我们的厨房 女孩子啊 所有女孩子 厨房 真的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们厨房 我们的米桶 尽量不要放在我们的 厨柜的尾巴 要放在厨柜的弯角 或者她的开头 明不明白这句话 来 所有的 妻子 所有的女主人 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们的厨柜 你们的 你们的那个 不是厨柜 sorry 你们的那个厨房 的柜子 柜子 尾巴是什么 知道吗 尾巴 应该知道尾巴是什么 因为每次都看我的直播 都知道 我有去你们家看 师傅在事业的前 有窗口 上面还有小小的洞 我们可以挂照片在那边吗 不知道 事业的前有窗口 就是你睡觉的床前有窗口了 是吗 有窗口 挂小小 不是 我们的 我们的 睡觉前面 可以挂照片 可以挂 不是不可以挂的 但我不懂 我不懂那种情况是怎么样 因为你这个相当于 我的手很痛 能不能去针灸 这个不一定要去 这个要去把脉一下才会懂了 要把脉才会懂 怎么分头分尾 OK 来 好 怎么分头分尾 我们来分一下 我希望这样讲 因为我也发现到很多人不懂 好了 来 我们现在说的是厨房 厨房 好 我们说的是厨房 好 来大家看一下 厨房 好 比如 我打个比方 随便一个比方 就是我们的厨柜 从这个地方 坐到这里 厨柜 这样怎么分头尾 这样怎么分头尾 窗口在哪里 厨房的窗口 厨房窗口 因为我知道有些厨房没有窗口 对不对 厨房的窗口 比如这是厨房的门 它的门 门 门在这里 那么它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窗口 比如说窗口在这边的话 这边是它的头 这是它的头 就是厨房的进口 就是厨房的进口 永远是它的尾 这边就是它的尾 靠近它的厨房的进口 靠近厨房的进口的永远是尾巴 而它的 就是它的头 那么再来 我再说一下 那么这边是厨房的门 这边是厨房的门 那么这个厨柜是这样子做 那这边是尾巴 听懂了吗 那这个弯角 弯角是最好的 弯角是最三个star 弯角有三个心 弯角 弯角放迷筒是最好的 弯角如果你放药的话 那就很不好 弯角不可以放药 记住 那有一些人的是这样子的 有些人 他的厨房很小 就是这样子 一走进去 这边是厨柜 那更不用说了 这是尾 这是头 好 这是尾巴 这是头 明白了吗 听得懂吗 好 好 还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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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好 他这边是他的进口 然后他这样 来到这边他不做了 好 来到这边他不做了 停了 一样 这边是尾巴 好 这个是尾巴 所以弯桶永远放头 好 放头的位置 不要放尾巴的位置 如果你要简单一点说的话 就 弯桶不要靠近他的 这个叫做 厨房的进口 那可以啊 简单一点说是这样子的 那简单一点说是这样 那么 厨柜 好 我们的厨柜 最好呢 有上 有下 厨柜最好是 有上有下 有上下 没有上下是没有关系 好 但是如果你是有照炉的话 这边有照炉的话 这边照炉 看到吗 这边有照炉 上面呢 是可以帮助女孩子的 上面 上面可以帮助女孩子的 上面有做一个橱柜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女孩子放什么 得什么 女孩子 所有的女主人 这个位置是你们的运势 是你们的运势 要记住这边 是你们的运势 那么这里呢 也是可以放葫芦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 上面没有 你只有下面的话 那你只有放在上面 下面 但是女孩子放右不放左 放右不放左 那如果我有上面呢 但是我的上面是这样的 我知道有一些人是这样 他这个是他照炉 对不对 然后他有一个厨在这边 他上面 照炉上面没有厨 他这边有个厨 这样子 这样 这样子 他上面是有一个厨柜 OK 这边呢 他只有一个 那个 吸烟机 他有一个吸烟机 这边是他照 他的厨在这边 那就放这边 那就放这边 因为这边是男 这边是女 记住 这个地方也可以放 明白了吗 明白我意思了吗 做装修 其实最重要的 是做他的照炉 做装俩 做装修 最重要的 其实是做他照炉 还有一个 我们叫做 安 照 法 安照法 就是 这样好的东西 放在照炉 底下 这个十个顾客 里面只有两个顾客 我会介绍 只有两个顾客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 不管你是 这个照炉 对你是 什么不好 都是好 不管这个照炉 对你 怎么不好 都是好 但不能够说 有了这个方法之后 你就是天下无敌了 不是的 有防弹衣 还会被 还会被 敌人射死 更何况是 更何况是 没有防弹衣 明白吗 好 来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子 大家听清楚 今天 安照法 就这样子 要记住 来 我今天来告诉大家 按照法 上面 三个照 听清楚 听清楚 按照法 来 我们先教这个 我们先教这个 比如说 我们的前面 有厕所 我们前面 有床头 我们前面 这样 比如这样说 我们前面 就是这个墙壁 前面 有一个人睡觉 或者说 有马桶 有马桶 还是有什么 你们不舒服的 但又没有办法 避开 对不对 那以后记住了 有机会 要这样子做 按照法 什么叫按照法 按照法 十个顾客里面 两个 我们会将他这样做 不是每个 好 来 听清楚了 听清楚 他是这样子的 在还没有起 这个照的时候 还没有起的时候 他一定要这样子做 还没起的时候 照如底下 安罗盘 照如的底下 他放了一个罗盘 在底下 放了一个罗盘 在底下 这样子 但是呢 这个呢 是看不到的了 因为已经埋在地上了 然后才起照的 这样子 明白了吗 看不到了 已经埋在地了 已经埋在地了 这个不叫埋地 记住 只要是照如的 只要是照如的 叫地埋 地埋 按照 之地埋 按照 然后要多一个 之地埋 不叫埋地 地埋保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很 很好的一个 一个 方法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不是每个人都行 因为有些人 他们不想要买 因为他搬家的时候 就觉得完蛋了 搬家就完蛋了 所以比较少人用 很少很少 很少人用 照如低 水 低 水龙头 对呀 对呀 照如是要低呀 照如不能高过水龙头 或者跟它平 记住了 照如和水龙头要平 照如如果你高过水龙头 那就麻烦了 还有 这个照如和水龙头 照如水龙头 平是最好的 平是最好的 这个是第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用的 另外一种呢 另外一种就是 直接的 把它 把那个 风水的 那个罗盘 就直接放在它的最底下 直接放在它最底下 好 然后这边 就是放哦 看得到的哦 看得到的 好 然后它才叫那个 那个 呃 这个啊 这个地方啊 它才做一个板 好 我先这样画 我这样画 让大家懂一懂 哦 这样 我这样画 我希望大家能够懂 然后这边是这样 这样子 它这个位置啊 它这个位置呢 是做一个这样子拉出来的 可以拉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 这样能不能听懂 它这个是可以拉出来的 就是这样 它这个 可以拉出来的 然后它把它的罗盘 收在这个地方 它把它的罗盘 收在这个地方 然后啊 把它的地盒钱啊 龙银啊 都收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它盖起来 就是这样 这样拉的 啊 这个也是 按照法 按照法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比较多人做 好 然后你没有打开 不知道 你一打开就吓一跳 真的 没打开不知道 一打开吓一跳 哦 原来有这个正法在 好 有这个正法在 然后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这个 里面 它的罗盘的摆法 一定要对 不可以错 这个是太多人不知道了 太多人 但也有人懂 也有人懂的 好 这样子 有人懂 这样 看到吗 这是赵如 好 然后 这边呢 你可以做这样子的 一个拉的 就是它是拉出来的 如果你在旁边看的话 它是这样 这是赵如 对不对 这是赵如 你在旁边看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这是出柜 它是这样的 看到吗 它是拉出去的 你在旁边看 它墙壁 天花板 这是它的赵如 看到吗 能看到吗 能明白吗 能看到 能明白 所以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师傅 米桶可以放在橱柜上面的中央吗 橱柜上面的中央 没关系 但是如果可以就放 头部可以就放橱柜中央 可以 没关系 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如果说一旦看到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 这样子 对于谁有利呢 这个方法 这样的方法 是直接的 直接的是对妻子有利的 对女儿有利的 对母亲有利的 这个方法 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好的方法 可是头是洗碗的地方 那就放中间 放中间 所以比如说你们这边是洗碗 对不对 这边是洗碗 那你这边就断了 这样子 这是一个厨 这边断了 对不对 没有关系 你可以放在这里 这是尾巴 你就不要放在尾巴 头是洗碗盆 我知道 就是这样 照如后面是马桶 就放螺盘 对吗 照如后面 是马桶 照如后面是马桶 就放螺盘 对吗 可以不要是马桶 就不要是马桶 刚才那个不是放螺盘 那么简单 那个是 按照法 就是底下 底下放螺盘的 然后做一个橱柜的 但是你这样的情况 全部都要敲 螺盘的方向如何 才算正确 那就要看师父在坐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师父在坐你的位置的时候 要看清楚 到底你的方向是怎么样的 你的座山 你的座山 还有是不是开到你的黄泉 我们座山有黄泉 座山不要开到黄泉 明白了吗 我的是U型的照如 U型 U型是挺美的 U型的照如是挺好看的 也是挺美的 男生的是客厅 是的 所以男孩子不一样 男孩子主要就在客厅 一个客厅如果太乱了 这个男孩子的运就算好 也是空忙一场 这个男孩子的运就算好 也是属于是空忙一场 也不会说应该要多好 他很难 应该要多好很难 另外一个就是我经常都说的 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呢 看一下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才根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才根 懂吗 才 才根 懂不懂 懂不懂什么叫才根 首先呢 我们要懂什么叫才味 才味是什么 才味是什么 才味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东西 才味是非常 你找到才味了 你要记住 才味很爱干净 他很爱干净 很爱静 他不喜欢吵闹 这是才味 包括时钟他也不喜欢 才味特别讨厌吵闹 他喜欢干干净净 喜欢静静的 但是才味和才神是不一样的 才神是才神 才味是才味 不同 所以什么叫做才味 相信大家不难懂 但是在你懂才味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到才根 你一定要找到才根 你如果没有找到才根的话 那么你空有才味 你就会发现到难怪啦 没用 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会没有用 就是这个原因 才味是才味 才根是才根 我们要找出才味 其实不难 我们找出才根 也很容易 主要就是要看你们的才根 你们的才根 到底是怎么去找 主要就看你的才根 到底要怎么样去找 师傅 请师傅请问 儿子房间床头 后面是厕所和洗手间 怎么办 谢谢 可以避 我还是那句话 可以避开 你都知道不好吗 可以避开就避开 真的不能避开 我们只能试一试 试一试 挂楼盘 不能避开 就只能挂 挂这个楼盘 楼盘来避 所以一定要记住 才根 来 我们今天开始教大家 哪里是我们的才根 来 我们告诉大家 你的才根在哪里 今天 因为 一个人的才味 才味是果实 才根是它的树根 你放了才根 就是把它的根 给养好了 那么果实 迟早都会来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来 我们今天来教大家 我们来教一下 记住了 柴味 柴味 柴味是什么呢 柴味等于是果实 等于是果实 那么这个果实 这叫柴味 那么柴根呢 是这个 这叫柴根 这叫柴根 所以我们要管好它的根 你的这个位置 柴味 柴味生 要为什么 师父说这个是柴味 这柴味 这个师父说 这个柴味 这个柴味 那么我们放了之后 感觉不到好 那是因为你的柴根 没有任何的帮助 你没有好好的 你只是去买水果 而不是你真实的得到 明白吗 柴根 柴根好的话 事业顺 柴运顺 正柴顺 偏柴顺 因为柴根是他们的HQ 是他们的老大 是他们的WiFi 是他们的总部 柴根 而柴根一点都不难找 柴根一点都不难找 怎么找呢 来 就是这么简单 这天家 解释一下 这天家的进门 它的进门是打鞋的 看到吗 它的进门是打鞋 它的门是从这边 我的笔啊 我的笔在这里 它的门在这边进来 大门 大门在这边 那么它的沙发 摆的位置就错了 看到吗 沙发应该摆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位置最长 所以大家记住 位置很重要 很多人说 开门就不要看到餐桌 这是废话 这个风水 它是跟谁学的 这个风水 它跟谁学的 它一定是看 古老的书本 因为古老的书本 他们没有建筑楼 古老的书本 也没有电梯 所以经常我们都会看到什么 我们都会看到这样子 一些书本啊 或者说网络啊 每次都会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屋子 它会告诉你 这样 然后这边 它会告诉你这样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每次都看到这样 然后呢 这边会告诉你一棵树 有没有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每次都会这样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 你就不能够拿来 跟这个比 你就不能拿来跟这个比 这个有20层 你不可以拿这个跟这个比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有它的方法 这个有它的方法 不对啊 记住 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这种呢 这种呢 一进门就看到吃饭 当然是难看的了 这里呢 一进门不是你这个 一进门是这边 电梯上去 明白吗 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 这边看到吗 这边就是 它的 沙发应该坐在这里 这样 看到吗 这样子 看到 看到 理解吗 沙发为什么要在这边 在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就是最长的墙 最长的墙 所以呢 把沙发放在这边呢 是非常好的 有靠山 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 记住了 那么 电视呢 就应该在这里 电视在最短的墙 最短的墙 明白了吗 那么 柴位在哪里呢 柴位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找 但是柴根 柴根在哪里 来 听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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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根在哪里 首先我们拿一把尺 首先我们拿一把尺 拿一把尺子 从它的门 这把尺子呢 是从它的门 我们来研究的 它的门 这个是它的门 我们大概从这边点一下 然后才这边 我们量一下 量一下它里面 来到这边 是大概20 20.5 这边20.5 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18 离门最远的地方 离门最远的地方 那个就是它的柴根 所以它柴根在哪里呢 柴根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它的柴根 看到了吗 柴根 这个地方如果不好 你怎么好都没用 柴根在地上是好一些 不行的话 我们在这个橱柜也是行 那在这边做一个橱柜也可以 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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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柴根 有柴根没用 我们说有柴 有柴 有心 有力 柴根很重要 柴根非常重要 记住 然后这个 这个赵柴啊 这个赵柴 你看它最麻烦的地方 就在这里 大家看到吗 来我放大给你们看 你看 它 它麻烦的地方 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半刀 把它的赵柴给砍了 看到吗 把它赵柴给砍了 这个是很麻烦的 非常麻烦 非常非常麻烦 但是这个 这个要赶快画 要赶快画掉 后面装一个白杠 至少能减缓 赵柴后面装一个白杠 standard still 就能够减缓 来 这个人的柴根 到底在哪里 这个人的柴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来看 就是从他们 从你们的门 你们如果说 在家是很难的 你要有物图 物图 所以这边是8cm 这边是8.5cm 但是它这里呢 这里就不一样哦 你看 大家看到吗 它最远的地方 看到吗 最远的地方 到它这边 有11.5cm 看到吗 有11.5cm哦 这里 所以当然是 这边是最远的 所以它的柴根呢 它柴根就在这里 这边就是它的柴根 柴根 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学习 一定要学习 柴根太容易找了 一点都不难 没有去特意的去说 哦 你要柴根啊 要很难找啊 要怎样 这样没有 哦 柴根 记住了吗 记住了吗 我们再拿一个 师傅有柴人问 如果在厕所怎么办 柴根有插头 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啊 有柴人问 如果柴根在厕所怎么办 把它挪出来 可以把它挪出来 然后今天又有柴人问的 就是如果是在保肯尼 保肯尼没有 没有 也可以挪进来 也可以挪进来 柴根是这样 如果柴根在厕所的话 你可以把它挪出来 什么叫挪呢 也就是说 你的柴根的 中间的东西很重要 好 这样子 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的 从这个地方 来到这里 我在这边看是19.5 肯定啦 那不用说 那肯定是这边是柴根 19.5 这个地方是柴根 柴根 在这里 大家这样会看得懂吗 因为你要从门开始凉起 门 门 门开始 门开始 这个位置是柴根 那么如果我们家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开门就看到任何的一个门 或者这样很靠近 这个是不聚气的 不聚气 不聚财 不聚气 就不聚财 在这个地方 那你的老师就要教你怎么做 我们的门 最怕靠近任何的entrain 那就是不聚气 不聚财 靠近防空豪还无所谓 因为防空豪一直关着 来这个 这个看到吗 它的大门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不用说 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挪到来这里 好像刚才那个 刚才这个 当然他会想说 门在这边 它的保肯尼在这里 其实这个也是它的柴根 这个也是你拿来的那个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它房 这是它大门 大门的最角 就是柴根 大家要记住 你看 这个柴根是那么容易找 但是为什么就那么难 让人家找到 这是太可惜了 来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一直到这里 一直深入到这里 一直深入到这里 看到吗 从这个地方 一直深入到这个地方 深入到这个地方 深入到这个地方 这个叫柴根 好 所以记住哦 柴根在这里哦 柴根哦 记住了吗 有别人问 如果 师傅如果开中门 开中门 开中门的话 就有两个了 可能就有两个柴根了 就有两个柴根了 那么柴根 大家也要懂得 柴根有分青龙 有分青龙 和有分白虎 还有分靠山 那个才是我们的柴根证法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柴根证法 至少你们能够懂 至少你们能够懂 什么叫做柴根证法 柴根证法 你要有一个青龙 和一个白虎 大概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柴根 柴根的证法 柴根证法 你这样看 有可能你看不懂 它是这样子的 它要这样看 你要这样看 你才会看得懂它 什么意思呢 这边就是靠山 你放在你的家的柴根 一定要这样 你这个是靠山 这边是属于青龙 看到吗 青龙它是从高 低 低 它是高低低 这属于是青龙 青龙 它是这样 我们先这样子 然后你们放的时候 要记住 自己放的时候 去外面买 要这样子 这个要靠住 要靠住 然后这样下 不要说你们 有时候助理 它这里都分不清 这边要靠住 靠住这边 然后直接下 很重要 然后呢 要推下的时候呢 要跟它一样 要跟它一样 一样大 看到吗 然后这个 这样 这样子 看到吗 这就是柴根 当然你能够配到 说 它的离 离开 它离的角度 要好 看到吗 离的角度 要漂亮 离的角度 你看 可以拍照 没问题的 我们没有版权的 可以拍照的 然后这里呢 我们这样给你看 这是白虎 你要这样子放 左边是青龙 你要看它的后面 看到后面 你要这样 看它后面 左是青龙 右是白虎 要不然你学柴根 来干嘛 倒不如不要学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学了你就要懂这个 要不然学了就没用了 这样子 这样 所以这就是白虎 你看 高低低 隔两个手指 这样子 隔两个手指 还不够 还多一点 两个手指 大概是这样 当然你要看你的盆多大 要看你的盆多大 要看你的盆多大 这样子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这样子 就是那么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柴根 这是我们的柴根 这样子放 理解 然后柴根 把你的这个青龙 左青龙 右白虎 前猪穴后 学虎 所以猪穴这个位置呢 就看你要放什么了 就看你要放什么 如果说你想要放一只 水晶的 什么龙龟啊 还是放什么 那你就可以放这边 圆球啊 你就可以放这边 你要放什么都行 你就自己放这边 放在中间 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了 那无图 问题就在这里了 你所放的东西 它一定要对着哪里 你所放的东西 它要对着哪里 它要对着那个门 比如说 比如说 他这个人 他的柴根在这边 对不对 柴根在这里 对不对 他人中间的 那气的东西 那柴的东西 一定要对着他的门 大概大概对着他的门 不是对房门 是对这里 很多人 就是这一点摆得不好 对着他的门 比如说 有些人呢 他就喜欢放这样 水晶的 鼻羞 他就喜欢放这里 就这样 看到了吗 他就喜欢这样子放 他就这样放 这个稳如泰山 看到吗 这是柴根 柴根很重要 柴根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柴根要怎么样去保护他呢 柴根 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柴根 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就 随便拿一个来说 拿这个来说 好 我们呢 你可以用惊天动地 我们的惊天动地 好 所有的水晶 所有的水晶 你都可以喷 看到吗 所有的水晶 你都可以喷 所有的水晶 你都可以喷的 除了书记来 书记来不行啊 记住哦 书记来千万不要喷 书记来喷就完了 书记来不可以喷的 这样子 然后这边要开一条路 给他走 这边要开一条路 给他走 这个要对着你的大门 这样子放 这叫柴根 这叫柴根 看到吗 然后往自己外面找就行了 这些自己去外面找吧 好 自己去外面找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吗 他想要全部都是水晶 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全部都是水晶 那这个有青龙白虎了 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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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